呃,这些东西嘛 呃,Player Start 然后再就是 呃,我们现在呢 主要是要放这个Line Math Importance Volume 那 这个可以控制光线跟阴影的效果 然后可能会有所谓的质量效果 质量效果是说 它可能也许影子啊 光线啊可能会有质量光 或者是说那影子可能会有质量影子的效果 什么叫质量光啊 就是说光线穿透灰尘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光线有一个亮体出来 那个叫质量光 Volumetric Light 呃,那什么 反正我们现在呢 就先把这个东西给弄出来 而且这个东西呢 是要照住整个场景 这个是放在Volume里面的Line Math Importance Volume 所以它是在这边 我们去找一下Volume 然后是Line Math Importance 然后这个直接这样拉进来 拉进来其实它不是很大 它一直在发抖 我真的有点烦耶 那,对啊,也会吗 可是我在家里不会耶 快速键R跟Maya一样 QWERTY 3D软件大部分都快速键是 你看那个键盘左上角 QWERTY 那,反正那个功能可能会设得不太一样 那这个软件里面好像跟Maya比较接近 哎,我选错东西了 我要选的是Line Math Importance 这个地方去拉 嘿,没错 我在家里真的不会发抖 它这边发抖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是W是移动 反正你就QWERTY那几个键 按一按就知道大概是干嘛了 有没有,那个缩放就长得一副缩放的样子 这样讲有点怪怪的 然后这边W 对,我觉得蛮怪的 然后这边可能是不是在R缩放一下 所以中间这个是整体缩放 这个是上下缩放 这个是左右缩放嘛 这边是... 我也不知道哪边是左右 这应该算前后吧 左右,对 反正就是各个方向 SYZ三个轴 它的Z轴是朝上啦 那... 你如果搞不清楚 其实你也可以看这里 它这边有XYZ 所以当我拖拉的时候 你看哪个数字在动 这是S轴嘛 这样拖拉是Y轴 然后这边就是Z轴 OK 然后这边大家观察一下 就是造出整个场景 接着下一波 哇,它造的其实不是像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好像... 这个范例里面到最后 其实是一个房间 大概是到这个高度吧 所以像我刚刚可能做的 有点太小了 这边再拉一下 W 这样子 然后再R缩放一下 再W 好 回到这里来 我有一个预感 那个Quixel Bridge 今天根本用不到 哈哈哈 真的我觉得用不到 然后再来是 这边我们要把那个 我们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我们一开始的 这边 开一个新档的时候 不是有选这个东西 叫做Starter Content 对不对 你没选对不对 没选了 下次蒸蛋 对不起 带蒸蛋 怪 对 对 下次带炒蛋 可以啊 可以 这边呢 现在你看 你可以到那个Quixel Bridge 里面随便选啊 可以吗 对啊 Quixel Bridge 对对 那我现在只是说 因为我们可以开始 有选那个 Starter Content 所以请你看这里 这个叫做 Content Browser 就内容的浏览器 有看到吗 Content Browser 内容浏览器 所以我们现在点 Starter Content 就是这个使用 出 就是一开始使用的时候 它会内建的一些内容 那内容里面呢 我们要选的是 可能是模型吧 那模型 大概可能 比如说 我现在看Architecture 是建筑嘛 对不对 那再来 我现在是可能到 前一个画面 这边呢 有另外一个是Props Props的话 可能就是一些基本物件 比如说 箭啊 盾牌啊 什么东西的 我们现在点Props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 有椅子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这边 就可以把椅子给拉进来 而且它高度还刚刚好 有没有看到 对 然后这边呢 还有什么 我现在随便乱拉 桌子 对啊 就乱拉嘛 这是什么 对啊 就乱拉一通 这到底是什么 Lamp 哦 就一个Lamp OK好 再拉一个桌子 对 椅子 好 我现在随便乱拉 但它其实里面 大概应该是 它这个桌子是哪里来的 我看一下 哦 这个 我有拉嘛 在这边 对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移动 怎样 我是不能 没有 对啊 我看好 还有 这边往下看 OK 这边在讲的 就是说你怎么样 切换工具 QWERTY 这边不是讲 E是切到旋转工具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在Unreal里面呢 那个椅子呢 移动 然后在ABCD的E 切到旋转工具 切记哦 输入法真的有关系 我是跟你讲 你按不出来的话 就赶快把这个英文 加进去 因为Adobe的软体 AutoDesk的软体 这个真的都有关系 按不出来就是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这件事情而已 你看我们这边就这样调一下 然后再可能这个位置再调一下 好 再来要干嘛呢 这边就是凑了一大堆东西啊 墙壁啊什么东西的 好 这个其实就是到上一个画面里面去找Architecture 然后这边不是有一大堆东西吗 对不对 你就可以开始拉 但是你注意看 它这边有个400乘300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它还有400乘400 所以呢 其实你如果觉得不想要弄错的话 就尽量选一样的规格 400乘300 400乘300 问题比较少啦 对对对 那我这边可能 比如说我400乘400好了 就这样拉 不行啊 我觉得这还不够宽 这有没有更宽的啊 好像是对啊 最多就是500乘500 算了 那我就400乘400 逃避现实比较快 我不想弄 什么意思 这么高 其实我也可以缩放啦 这个有点 好啦 我缩放 等一下 呃 再来还有什么 有窗户的 是不是 这是400乘300 Ctrl Z回去 拉这个 都是400乘400的 然后再E 登登登登登登 那你可以看它转的角度是 Rotation是 这个应该Key90吧 对 OK 然后W 这边可以按R 就开始缩放 所以我现在凑了什么东西呢 我凑了这样子 再加一个天花板 天花板的话 这个好了 Flower 对啊 它是地板 没错 管它的 Cilling 等一下改名叫Cilling 就天花板 对啊 随便 这是英文的问题 反正就是个方块 随便拿 你一定会觉得那个房间里面雾气骂黑 对不对 那个其实你只要再拉一个什么 点光源 先混一下就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 对啊 对啊 一下子就好了 就先我看一下 然后这边呢 其实其他墙壁呢 就是快速键R 你就这样说放一下 反正我们就是简单做做 对啊 这边就是W移动过去 这边也是R 收放一下 其实你知道 你如果做3D动画 这个真的速度超快 你知道 因为它这个 就是即时运算 好 先这样好了 对啊 我们反正就是看里面 然后没有看外面 拜续其中 没有拜续 就先这样子来 先这样子